这赛季的李白到底有多么强 流传这么一句话 李白前期是无敌的 先让队友上去卖 我相信吊蝉可以顶住猛烈的炮火 技能好的车号直接杀到对面防御塔下面 打出安吉拉的赏线 这波可以说是血状不亏 吊蝉你怎么了吊蝉 可恶啊 对面位移太多了 我是真抓不住 还被对面偷袭 还好我两段位移回到一下 如果差点就给他们抓住了 从刚才已经看出来 李白伤害是完全足够的 就是对面人比较多 那么王李白最重要就是细节 假装眩晕迷惑对面 等他开大刀的时候呢 又爱竟然帅气躲过 诶 真以为我没有操作啊 很多人说李白没有伤害 那绝对是错觉 注意这波操作 一套四花小连招 伤害已经打满了 孙策肯定得死 很多人说李白没有伤害 那绝对是错觉 现在是逆分的 来我也去搞事情 怎么get的呀 一个清廉剑哥下去 立马拿了双杀 甚至还可以平A老头呢 马可波罗乔人等我指爆了 OK 本局亮点来了 冲上去先K一个人头 回来用大招夺 吕布的伤害 再一技能收割两个残血 非常合情合理 接下来很关键啊 剩下两个不要让他跑了 那么就可以一波 所以技能放完 我不回去 又能怎么样呢 很多小伙伴不知道 李白新皮肤音乐 根据敦煌谱曲 十三幼慢曲子西江乐 在主旋律进行改编 融入古增 琵琶为主 服以旋乐 及声笛等明乐 技能因效 要以中国剑与剑气的音效 主体构成 加入部分夜晚环境音效 和波洒声音效 表现李白月下豪影武剑的豪情 李白月下豪影武剑的豪影武剑的豪影武剑